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来分享神的话语 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力量与盼望 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带着一颗喜乐可慕的心 来到主的面前 来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要来读以色拉纪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 请让我们先一起来读这十七节经文 以色拉纪第五章第一节 那时先知哈盖和异多的孙子撒加利亚 奉以色列神的名 向犹大和耶路撒伦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 于是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约苏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 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 当时河西的主总督达乃和斯波和斯塔波斯乃 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 谁这样子让你们建造这殿 修这城墙呢 我们便告诉他们 建造这殿的人叫做什么名字 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 以至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 直到这是咒告大利乌得得他的回遇 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斯塔波斯乃 并他们的同党就是驻河西的亚法沙家人上本咒告大利乌王 本上写着说 愿大利乌王诸事平安 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了 到了治大神的殿 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 梁木插入墙内 工作胜数 他们的手下横通 我们就问那些长老说 谁这样子让你们建造这殿 修成这墙的呢 又问他们的名字 要记录他们首领的名字 咒告于王 他们回答说 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 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 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所建造修成的 只因我们列祖的天上的神发露 神把他们交在迦勒底比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萨的手中 他就拆毁这殿 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 然而巴比伦王古列元年 他将此允许建造神这殿 神殿中的金银器皿 就是尼布甲尼萨从耶路撒冷的殿中 也去带到巴比伦庙里的 古列王从巴比伦庙中取出来 交给派为神长的名叫瑟巴萨 对他说 可将这些器皿带去 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 在原处建造神的殿 于是这瑟巴萨来建设耶路撒冷神的根基 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尚未造成 王 现在的王若以为美 请查巴比伦王的府库 看古列王将子 允许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没有 王的心意如何 请降职小遇我们 在这里我们学到 在上一章第四章中 以色拉分别交代了圣殿前重建的工程 以及如何受到撒玛利人他们多次的阻挠 以致圣殿的工程停工 然后在第四章的下半段 以色拉也交代了为何圣殿的重建 也屡次遭到撒玛利亚人的阻挠 以致为何被迫停工的原因 然后就从第五章开始 以色拉就开始来交代 后来如何在神的帮助和鼓励之下 圣殿的建造得以重新开工 以致训练完成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了以色拉纪第五章 今天的主旨就是永远不要放弃 上帝会来给你加油打气 那这里我们再看到了第四章中 以色列人建造的圣殿的工程 受到了许多的阻拦 不得已只好暂行 先停止建造圣殿的工作 这一提就是好几年 导致当时的百姓渐渐的心灰意冷 个人就各自回家只顾自己家事 于是当时有两位先知 就对这种情况非常忧心忡忡 那两位就是一位是旧约当中 哈盖书的作者哈盖 另一位是撒加利亚书的作者 撒加利亚 在这时候神他就兴起了撒加利亚 与哈盖的这两位先知 向当时的犹大的首领说话 包括索罗巴伯以及耶稣亚 神就为他们加油打气 鼓励他们起来继续带着圣殿的工程 于是在神的加油打气之下 他们就被劝勉激动了 便再一次都又起来 重新动手建造耶路撒冷 建造神的殿 我们知道当时在第四章中 他们被迫停工 是因为亚达薛西王下达了御印 那我第四章24节当中有写到 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 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 然后在第五章的 我们读到的第二节当中 神就兴起了几位先知 来劝勉当时的犹大人 在第五章第二节当中 我们有学到 于是拉撒铁的儿子索罗巴伯 和约撒达的儿子约苏亚 都起来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 有神的先知在这里帮助他们 在这一章节我们也看到了 神在后面不断的推动 推手这件事情来激励他们 而在这个时候 当神在后面做工程的时候 另外一个恶魔撒旦就兴起 在第五章第三节的时候 我们有学到 当时何西的总督达兰 和士他波斯兰 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 谁这样子让你们修这殿地的 修这城墙的呢 当时所以说另一个对头 就兴起来责问他们 提出了这个非常具有挑战的问题 问他们你们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这件事情虽然听起来有非常的严重 但是我们也可以同时看到了 当时的何西的总督 并没有像在第四章里面有 强行的要求他们停工 而只是叫他们能够答辩 这个法律的问题 言下之意的 其实有一点点的这个事情 还是可以商量的 于是呢 我们在第四节里面 我们就学到说 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店的人 叫什么名字 于是呢 就是就交代了那些建造这工程的权责 以及建造工店者的名单 因为当时大概呢 是以尤道的众长老为代表 来建造为代理来建造这个店市 所以说当你把他们的名字 报上去的时候 只可能是要一定的风险 可能会受到当时的权贵 或者的承迫害 或者一些的要挟 当时他们能够报上自己的名字的 实际上他们的勇气是非常的可嘉 然后呢 在第五章第五节里面呢 我们有读到 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 以至总督等 没有叫他们停工 直到这是咒告大利乌 得着他的回忆 因为神他的工作 他看着犹大的长老 并总督的心 总督只是查询 没有围栏他们 也没有叫犹大人停工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神在后面动工 让这件事情实际上 慢慢慢慢的缓解下来 当时的总督呢 并没有像第四章里面 去围栏他们 叫他们停工 而只是进行一般的查询 然后我们在后面看到 第七节到第十七节当中呢 就是一段报告式的文章 就好像一种调查的结果 在第七节到第八节当中 有写到 本上写着说 愿大利乌王诸事平安 王该之道 我们往犹大省去了 到了治大省殿 这殿是用大石建造 梁木插入墙内 工作顺素 他们手下很通 在这第七节第八节当中呢 我们看到这描述 是一种其实非常客观 又有敬畏的态度 并没有任何的贬乏之意 或者抹黑的描述在里面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了 这份报告是 其实是非常的友善 也高度的评价 他们就是当时犹太人 他们所建造的工程 唯一的事情呢 就是需要他们用法律的事情 来调查证实这件事的合法性 于是呢 到第十七节呢 当时的总督呢 就记录他们总督上咒于王的话 这种呢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客观的 尊重他人的表现 并没有扭曲任何的事实 而是在一种引述 直接的方式进行上咒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神呢 其实在后面做工 祂在动摇总督的心 当他报告呢 写得非常的客观 对犹太人 其实有非常高度的评价 他引许犹太人的话 说这殿是多年多年前 王军雪起的 现在只是重新修筑 并解释了城墙被拆毁的原因 原因就是呢 在第五章的第十二节当中说到 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神发露 神把他们交在 加勒迪比人巴勒罗 巴比伦王 礼布贾比萨的手中 于是他呢 就拆毁这殿 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 在这十二节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跟第四章 总督所写的咒本 根本就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版本 然后呢 波斯王列古列呢 又重新允举了 他们的重建这个殿 并把圣殿的经营器皿呢 都交给了索巴罗的手中 让他呢 能够放到神的殿中 就是在原处重新建造这个殿 阿们 感谢神 在这里呢 第五章呢 我们就可以学习到 当时的百姓呢 好像随着时间呢 渐渐的失去了动力 但是我们慈爱恩慈的神呢 并没有因此呢 对他们发露 而降下惩罚 而反而是呢 用劝勉的方式呢 帮助他们重新呢 又站了起来 当时的神呢 借着鼓励先知 传达给索罗巴伯和耶稣亚之后呢 让他们的心再次被点燃 也再次恢复了重建圣殿的行动 同时呢 神也在看顾犹大长老们的时候呢 他也在后面做工 在后面做推手 他动扬了总督的心 让总督呢 只是查询 并没有叫当时的犹大人行工 亲爱的弟兄姐妹呢 我们来一起想一想 读了今天的章节之后呢 有什么计划呢 或者目标呢 在你心中呢 仍然搁置 而往迟迟没有完成呢 相信呢 我们读完今天的章节 神就是要通过今天这段经文 来为你加油打气 来提醒你 来让你能够再次燃起你心中的火焰 再次来为神的火发光发乐 今天感谢大家与我们一起分享这段神的话 以色拉记第五章 第一节到第四七节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感谢你 透过以色拉记 谢谢你的鼓励和恩慈 求你帮助我们再次燃起心中的火焰 再次继续启程向着目标前进 也祈求恳求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与我们同行 帮助我们 赐予我们力量与智慧 以上祷告 来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 Amen 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